我是饕餮,为混口饭吃当了主播 可在给国货品牌带货时,没忍住 偷炫了他们家半箱香皂 网友们惊住,疯狂下单 买,我买,我买还不成吗 高端的营销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方式 为了证明香皂采用食品及原料 主播是真拼啊 现在吃播带货都这么卷了吗 以直播间人数从2000人飙升到30000多人 商品链接秒上秒空 品牌方都懵了 他们不理解 甚至一度怀疑是平台数据卡棒 直到工作人员看清弹幕,才猛地转头 逮住了刚咽下最后一口噪的我 我,格,怎么肥是 偷偷小口啃的,这也能被发现 我悄悄挪动身子,挡住只剩下半箱的样品 不动声色,若无其事 弹幕刷得飞起 饱,别藏了,擦擦嘴角吧,哈哈哈哈 品牌方在前面哗哗讲 主播在后面秃秃炫 他是真吃啊,又好笑又好哭 怎么办,不要79,不要59 只要9块9,就能买到可以吃的香皂 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风华是老国货了,大家闭眼冲 所有现货,一扫而空 工作人员都来不及问我 全部手忙脚乱的去做预售链接 看着后台销量疯涨,其中有个女生喃喃道 这速度,比我前男友都快 我头去同情的一瞥 他脸瞬间涨红 镊如半嗓,看向我 您,您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吗 虽然所有成分取自食材 但您吃了那么多 我摆摆手 没事,好的很 毕竟作为饕餐 别说这小小的香皂了 就是给我贺顶红,也能炫到你破产 二 直播结束后,李婉嘴都笑歪了 他抱着我一顿亲 干得好 我就知道,你绝对是能吃这碗饭的人 我眨了眨眼 想起遇见李婉当天,他也是这么说的 那时候刚下山 我被街边的烤肠迷得走不动到 可伸手一摸,都比脸还干净 临下山时,方丈钉得紧 根本不给我靠近功德香的机会 算了 眼不见为净 刚想离开,却被拦住 您好,请问有没有兴趣 没等面前的人说完,我直接打断 没钱,再见 拔腿就走 请你吃烤肠,再吃顿饭 我立马转身 有兴趣,说来听听 就这样,李婉付出了一桌满汉全席的代价 把我签约进公司 而那顿饭,吃得他当时怀疑人生 原本想让你靠脸吃饭 但现在,还是靠喂吃饭吧 我的吃播生涯,就此开始 因为能从开播一直吃到下播 粉丝长得很快 有起色后,风华找了过来 国货本来就难,又遇上危机 他们没钱,找大主播 本来以为是垂死挣扎,却没想到 品牌方的负责人 接到消息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公司 这颇天的富贵,终于轮到风华了 他死活要请吃饭 李婉劝了几次,没劝动 最后,离开饭店时 我是笑着出来的 他是被扶出来的 回去路上,只听到车里反复循环的一首歌 我晒干了沉默,毁得很冲动 三,直播火了 找上门来想合作的商家,不计其数 一同崛起的,还有国货 风华发了个视频,附上长文 阐述一路走来的艰辛 其他品牌纷纷流言 主打的,就是共同致富 至此,掀起了一股支持国货的热潮 可是,好景不长 一个月前 流量小花孙岩为国货品牌燕窝代言 官方直播时请了他 中途,工作人员很自然地提出是吃 孙岩却下意识摇头,大笑着拒绝 网友们无法接受 这眼里的嫌弃,只有瞎子看不见 79块钱的燕窝,孙岩可不敢喝 很好,他是在把自己看不上的东西 介绍给自己看不上的人 手伸进乞丐的碗里拿钱,还要嫌弃碗破 不久,孙岩发了声明 他解释是因为自己即将要接心系 这段时间需要控制体重 可很快,就有人扒出了 他直播前一天在微博发的照片 放大后可以清楚地看到 茶几上有个空了的燕窝瓶 那是进口品牌 说白了,看不起国货呗 真的服,摆明了把人当傻子耍 找借口也别太离谱 但言燕窝的人连他可以帮助减肥都不知道 当时一度被热议 孙岩的公司花大价钱,还把热度降下来 但由于我的直播录屏火起来以后 他这个视频又被网友们发了出来 两相对比,必有一伤 他是伤的那个 正在试镜的戎岛新剧角色 直接被剧 孙岩的真爱粉们怒了 开始在各个平台开撕 还把矛头对准了我 说我蹭热度,抬着孙岩上位 更是在直播间疯狂刷黑屏 一个不入流的小网红 也配合我们演演比 什么吃香皂 就会搞些下三滥的噱头出来 搏大众眼球 这女的绝对是在假吃 太恶心了 是猪吧 整天就知道吃吃吃 这种货色 连娱乐圈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吧 也有不少关注了我的人 帮忙说话 可孙岩毕竟是明星 粉丝基数大 人多是重 为我抱不平的评论很快就被淹没 看着合作的品牌方欲言又止 我瞇了瞇眼 饭碗都要被砸了 这谁能忍 更何况 饕餐作为凶兽 脾气可不会太好 我咽下香软的小蛋糕 张嘴就对 当然知道 门不朝南开 还能朝哪开 南到朝西开 你们想要上西天 恕我直言 唐僧还能去取取经 但你们 大概就只能自取其辱了吧 话音刚落 嘉年华雨霹里啪啦的开始下 弹幕沸腾 何方大佬出手 这雨下的 比一瓶去找他爸借钱那天还要打 池燕 看来大佬也是池影帝的粉丝啊 我好像在做梦 居然看到了这个号 有演员个人认证 楼上 咱俩做的好像是一个梦 池燕本人 黑粉们哑火了 所有人正住 看着那一波又一波的礼物特效 短暂安静过后 一条金色飘瓶 弹幕滑过 池燕太 长期饭票 前来报道 直播间炸了 四 弹幕狂刷 池燕却没有理会 只自顾自递刷礼物 一直到直播结束 直播间的嘉年华就没停过 整场观看人数超过十万 刚下播 李婉就冲到我面前 他激动的仿佛下一秒就能绝过去 我的天爷呀 这是什么鬼热闹 快老实交代 你是怎么认识池燕的 我把牛肉干扔进嘴里 耸了耸肩 不认识啊 李婉一脸信你个鬼的表情 他翻了白眼 拜托 你知不知道池燕是谁 圈内最年轻的金鸡影帝 单片破百亿最年轻的演员 你们要是不认识 他能跑过来刷礼物 我语气诚恳 追星什么的 还不如追加一杯星巴克 交糖马其朵 多加糖 谢谢 李婉鼻子差点气歪 轻哼一声 不情不愿地往外走 一杯 十杯都不够好吧 加不加冰啊 我点头 眉眼弯弯 超大杯 周围打扫现场的工作人员 还在窃窃私语 目光时不时偷偷撇过来 我也没在意 不过 池燕 以前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五 隔天 热搜前三都是池燕 但他和公司对此没有发任何声明 每当我开播 池燕还是会来刷一波礼物 因为合作的商家 很多都是国货品牌 网友们开始自我安慰 我每天上班都要打卡 池燕也要签到 两者性质差不多 哥哥肯定是为了支持国货 没错 就是这样 爱国的事情 怎么能说是私情呢 看了吃播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也爱看 当然 也有很多不友好言论 只是在漫天绚烂的特效语中 黑子们喷着喷着自己 就泄气了 至于我 天天都是碌碌无为的知识分子 真心希望这样平平无奇 一成不变的日子能过到天荒地牢 但事与愿违 一个月后的早上 李婉把我从被窝里挖出 连人带行李塞到了车上 天上掉馅饼 蒋依依昨天意外受伤 小腿骨折 原定的综艺节目去不了啦 这回倒是便宜我们了 他絮絮叨叨 把事情透个底朝天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老头子和我有过约定 创业失败 就乖乖联姻 但事实证明 我的眼光没错 你进公司之后 再没亏损过 现在有机会转型做大做强 老头子当然得给点支持 在我的软磨硬炮下 给江岛打了个招呼 也是瞧 一起露营吧的拍摄地点 就在附近 天时地利人和 想不拿下都难 我听明白了 在他亢奋的目光中 伸手拉车门 不去 直播挺好 吃吃喝喝 我爱直播 李宛 他气急败坏 老计福利 志在千里 我不为所动 横扫饥饿 做回自己 眼前的人捂住心口 生喜气 以后晚上再给你家蹲夜宵 管保 我收回手 做好 出发 李宛掖住 有些恨铁不成钢 这可是一档重量级节目 嘉宾的咖位 简直顶配 圈内多少人想去 我们是捡大漏了 只要好好表现 你以后绝对心土滚烫 咳吱 咳吱 我边往嘴里倒薯片 边点头 嗯 想吃麻辣烫了 他 足 六 节目录制地点 在野生丛林 等赶到时 已经有嘉宾在现场了 我跟着李宛 主动上前打招呼 但还没等开口 抱歉 我现在有点忙 不能给签名合照 女人披散着深绿色卷长发 妆容明艳精致 李宛愣了愣 联盟表明 我也是来参加节目的 他听完后 好像很惊讶 不好意思啊 我之前从来在圈内没见过你 还以为是混进来的粉丝 所以 虽然只是预热 但毕竟是现场直播 摄影师已经扛着机器在拍了 弹幕也开始往外弹 这谁啊 节目组还请了素人 一个网红 最近还挺火的 楼上可以去搜搜 我们连连真相了 这不就是混进来的吗 楼上的都谁家粉丝啊 那么大恶意 素人怎么了 你难道是婚人 单看人家颜值 也不比圈内女明星差好吧 李宛礼貌性笑笑 客套的回了一句 然后就拉着我避开镜头 她眉头皱起 叶芷琳 一线女星 早些年就自己成立了工作室 那孙妍是她旗下的艺人 之前闹得沸沸扬扬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你 刚刚说话 加枪带棒的 肯定是嵌怒了 我点点头 是一直到 李宛看我不在意 叹了口气 叶芷琳还对外表示过 自己的理想型是持影帝 如果是为了炒作还好 但要是真的 那她为难你的可能性 又得大不少 我摆摆手 安慰道 没事 就算天凉了 我也无产被她破呀 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扑吃 李宛被逗笑 瞬我一眼 也是 来都来了 啥子才放弃 快快快 你认认人 她开始指着陆续到场的嘉宾 介绍起来 当红男团队长 陆星宇 金英事后 宋薇 节目组留作压轴的 还有个神秘嘉宾 说着说着 李宛戛然而止 她的视线定交在 左前方不远处 我顺着看了过去 从车上下来的人 身姿修长而挺拔 她们眼朗若轻月 气质灼然 李宛正正出声 怪不得 江岛答应得这么痛快 原来神秘嘉宾 是池燕 你们同框 节目还能缺少话题热度 随着那人不疾不徐地走进 一股超乎寻常的香气 弥漫开来 池燕 池燕 我瞳孔微缩 几乎是脱口而出 是你 气 饕铁一足 受天道制约 除了不得随意伤害 已经开制的生灵之外 幼崽降生也尤为困难 人族有之宝诸果 可或我不夭折 但玄门提出的条件是 饕铁全族需沉睡百年 生灵界资源有限 人族想为自己 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 百年 对饕铁来说 不过是沧海一粟 族长答应了 但也有个要求 因饕铁幼崽 在未长城时无法沉睡 族里会在十岁时 将我送出七地 人族需看护我 直到我能完全掌控 自己的贪欲 那会儿 池燕十二岁 她是玄门玉青的首徒 体质特殊 空灵体 对妖兽来说 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人族正好利用这种特性 来锻炼我的克制力 每每看见池燕 我就头疼 超香 但不能吃 吃了会没命的 她对此也挺不耐烦 觉得我爱她修行 两看两声燕 却还要绑在一起 直到鬼界作乱 人族没想到 让饕铁一族沉睡 竟然会打破智豪 恶鬼肆虐 全门被迫 作为香波波的池燕 自然遭到利鬼哄强 她天赋虽高 但毕竟年纪小 根本支撑不住 最后 玉青道人 拼着两败俱伤 镇压了鬼王 带着其余人赶回来时 本以为会看到 惨不忍睹的一幕 谁承想 却见我献出了饕铁原形 抓住鬼物就揉成团 像糖豆似的 一口一个嘎崩萃 而池燕 被我附在雪白的大尾巴下 昏了过去 据长老们说 我边吃 还边盯着池燕 垂涎三尺 那驾驶 活生生是把她 当成下饭的工具 没办法 饕餮虽然是鬼物的客星 但她们真的很难吃 之后我因为摄入过多阴气 凶性愈发难押抑 悬门当机立断 将我送进了佛寺 一待就是十几年 我就再也没见过池燕 连那段回忆 也在渐渐模糊 但即便斗转星移 皮相会改变 体质却变不了 空灵体 一如既往的香 呜呜 池燕 你来了 叶芷林眼神晶亮 语气中熟人显而易见 不少CP粉已经嗷嗷刻上了 可想象中 冒着粉泡泡的画面 没出现 池燕神色如常 应了一声 脚步不停 静止越过 镜头随着她移动 直到我的脸 出现在观众视野 下山了 池燕指示我 语气自然的不行 我 走这么近 你不要命了 考虑过吃货的感受吗 于是 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避之如蛇蝎 狠狠往后退了一大步 瞬间拉远彼此之间的距离 弹幕百花齐放 槽点太多 一时之间 竟不知道先说哪个 这两个人真的认识 我就只想问问她 你退半步的动作 认真的吗 八 最后 池燕还没反应过来 姜导就笑盈盈的上前打断 好 六位嘉宾都已到齐 那我们三天两夜的露营之旅 正式开始 现在是下午三点 你们要分成两组 一组扎营 一组寻找食材 擦话音刚落 工作人员拿上来了箱子 组队方式 就抽纸团决定 有字的扎营 空白的找食材 池燕离得近 第一个上前抽取 紧接着是宋薇 陈彦和 到我的时候 箱子里就只剩下两个纸团 池燕和陈彦和拿到了有字的 已经开始研究上了帐篷图纸 我伸手掏出其中一个 刚拆 隐隐有字的小边角就露了出来 但下一秒 谢谢你帮我拿 不用打开了 手中纸团被身后的叶芷林抽走 他脸上带着笑 无懈可击 哎 有个银子 看来我要留下来帮忙搭帐篷了 你们去找食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说完 转身就往池燕那边走 CP粉纹疯而至 缘分来了 挡都挡不住 两人同框的画面好美 我为林彦举大棋 直接锁死 要是请扔我嘴里 一旁的陆星宇和宋薇 下意识交换了个眼神 刚刚镜头的角度 可能会拍得模棱两可 但他们却是看得清清楚楚 气氛突然有点尴尬 箱子里最后一个纸团不用抽 铁钉是空白的了 哇 还有这种好事 找食材 美差呀 就 拎着节目组发的工具 我笑了笑 出发 语气中的雀跃 让陆星宇和宋薇有些错愕 带回过神来时 都多了几分兴致 陆星宇作为男生 主动打头阵 丛林里支插不少 他在最前面开路 我看工具里居然有弓箭 江岛不会是想让我们打猎吧 除了树上有几只鸟 哪还有别的 不等他说完 远处草丛里就传来 稀稀苏苏的动静 爷 野兔 陆星宇声音拔高 宋薇瞥他一眼 还有山鸡 应该是节目组 故意在这放声了不少 我鼻尖轻动 蘑菇 有蘑菇的味道 陆星宇眼中一亮 对呀 昨天一晚上都在下雨 野生君肯定疯涨 怪不得还给了篮子 我老家是云男的 小时候总跟着我奶上山彩 有毒没毒 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说着说着 又叹口气 但打猎要看运气了 之前没怎么玩过弓箭 准头实在一般 话音刚落 宋薇直接把竹篮塞在他怀里 你去摘 野兔野鸡不用管了 星桃跟着我 负责捡猎物就行 我没有异议 宋薇能揽下来 也是有本钱的 不到半个小时 我们就收获了一只野鸡 和一只野兔 弹幕雨有容烟 薇姐好萨 不愧是差点就进了国家队的选手 要死在姐姐的剑下了 宋薇见我发呆 有点好奇 想什么呢 星桃在旁边 看着野兔野鸡直咽口水 笑死 他都要馋哭了 哈哈哈 星桃会不会太轻松了 直接坐享其成 林林在营地 还跑前跑后的 给池燕递工具呢 宋薇扑吃一声 乐得直不起腰 他把弓箭递过来 要不要试试 我看了看地上的猎物 点点头 这点肉 恐怕不太够吃 宋薇语气温柔 这弓确实有点重 拉不开也没关系 多尝试几次 他还没说完 我已经把弓拉满 松手 咻 破空声响起 箭飞了出去 有东西应声而倒 工作人员扛着摄像头 给了猎物特写 一箭双雕 整个过程还不到三秒吧 星桃连眼睛都没眨 瞎猫撞上死耗子 宋薇看了我半上 又递过来一支箭 继续 我再次大功放开 弹幕再次沸腾 我以为之前就够离谱的了 好家伙 一箭三雕 要死 看星桃射箭时的眼神 我心动了 剧本吧 导演要捧他 楼上 想黑也别太荒谬 这是直播好不好 提着一篮子蘑菇的陆星宇 嘴巴张德几乎能塞进去的鸡蛋 他跑上来要亲自试试 这把弓 不会是能自动追踪什么的吧 然而 连放了几支空剑后 他开始蹲在地上画圈圈 弹幕满屏 哈哈 只有他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别太搞笑 你们不觉得角色反过来了吗 威姐和星桃射箭撒撒撒 陆星宇蹦蹦跳跳踩蘑菇 陆哥 画的圈圈诅咒你们 十 回去路上 陆星宇一直在问我是怎么做到的 宋威也悄悄竖起了耳朵 我 搭剑 拉弓 放手 他听得直撇嘴 宋威的态度则变亲近不少 陶陶 你这样的天赋不进国家队可惜了 我善笑 真进去 恐怕是要把整个队都吃垮 快回到营地时 陆星宇脚步一顿 松容 他目光惊喜 也许是之前射箭带来的挫败感太强 想在镜头面前多表现一下 陆星宇三步并两步就凑了过去 那处杂草尤为浓密 相比别的地方都要阴暗潮湿 他蹲下去 刚要用手去踩 就听见身后的摄像师惊叫出声 别动 有蛇 但已经晚了 一抹轻影从草丛中窜起 直扑面门 他反射性闭上眼睛 逃逃 我没来得及回应宋威 伸手抓住那蛇就往地上摔 啪啪啪 陆星宇睁开双眼时 先前还张嘴要咬他的东西 已经一动不动了 呜 蛇 有蛇 哎呀呀 在营地的其他人听到骚动 连忙赶过来 等看到眼前的一幕后 嘟啪啪愣在原地 我手中钻了一条一米多长的青蛇 左腿被陆星宇牢牢抱住 他崩溃至极 即便垂下来的蛇尾会扫到脸 也死活不松手 实验上前 皱着眉头拉开了他 还好吗 这话 是看着我问的 我 饕餐 百毒不侵 这人知道的呀 很好 非常好 不能再好了 实验松口气 伸手想把蛇接过去 我不肯放 拿回去盾 抓都抓了 正好在添的菜 安静 弹幕癫狂 本来我以为 他徒手抓住叶青 就够震惊的了 没想到 太猛了 鬼知道星陶把蛇往地下拍的时候 我几倍都在嗖嗖冒含气 他好凶 我好爱 有没有人注意到 实验上去第一件事 就是拉开陆星宇的手 十一 节目组也被吓了一跳 随行的医疗团队轮番上阵 直到确定陆星宇 和我身上没有咬伤的痕迹 所有人才放下心来 江导反复嘱咐 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说 我欲言又止 他一脸紧张 怎么了 别吞吞吐吐 快说 我咪咪嘴 饿了 请问什么时候开饭 吐 一旁的陆星宇没忍住 笑出声 咳 导演 我也饿了 江导 这俩糟心玩意 不过没等他回话 一股浓郁的香味就传了进来 宋威先开帐篷 快出来 食宴都把饭做好了 则 他会做饭 然而事实证明 他还真会 还是特别会那种 小鸡炖蘑菇 叫花鸡 麻辣兔头 饕餐落泪 都是我想吃的 食宴该不会是 许愿池里的王八吧 我看了他一眼 也许是因为烟熏火燎 他额头有细腻的汗 叶芷林语气心疼 怎么把那些鸡兔全做了 多累啊 我们就六个人 也吃不了 他拿着纸 想帮忙擦汗 食宴却侧身躲过 声音平淡 不用 我自己来 大家今天辛苦了 多吃点 他说最后几个字识 眼神有意无意的 往我这边扫过来 叶芷林的手将在半空 他咬了咬唇 眼神黯淡 陈彦和主动上前 接过纸巾 谢谢 刚刚去爆柴火 出了一身汗 正好找不到擦的呢 其他人也连忙打圆场 我查验观色 偷偷的往嘴里塞肉 刚入口 动作却一顿 这味道 但很快思绪被打断 陆星雨怪叫起来 心桃 你居然偷吃 所有人的目光 瞬间聚焦 我 你刚刚确定是去采蘑菇 不是去夺损了 呵 早知道就让蛇咬死你 但众目睽睽之下 只好善笑 你们聊 我替你们先吃着 这群人 干饭不积极 脑子有问题 宋威努力压嘴角 但还是笑出声 他顺势开口 先吃饭吧 不然菜都要凉了 一顿饭下来 大家赞不绝口 池影帝 你这手艺 绝了 偷偷在家学 惊艳所有人 哈哈 下厨绝对是你的爱好吧 池影嘴角情笑 有人爱吃 我就去学了 众人 祸 你看我 我看你 谁也没敢问 弹幕噼里啪啦 啊 是谁 像是宋威 两人还挺配的 楼上别硬磕 刚刚池影多冷淡啊 想帮他擦汗 都被躲了过去 宋威挑眉 在桌子底下储我 我抬头 吃不下了吗 可以给我 他被噎住 微笑道 没事了 即便很捧场 但毕竟在场的 都是圈内人 平时总要身材管理 久而久之 胃口也就大不了 一桌子饭菜 剩了很多 陆星雨停快 不行 不行 要撑死了 他转过头 看到我拾木瞪口呆 新桃 你这都第八碗饭了 还吃啊 池影没说话 默默递过来杯水 宋威无奈的摇摇头 跟他一起吃饭 我的厌世症都好了不少 最后 所有人看着干净的 都快反光的盘子 沉默了很久 淡幕惊叹 服了 他一个人吃了十个人的量 居然还意犹未尽 我错得离谱 之前还怀疑过 新桃直播假吃 种草了 以后解压减肥 就去看他直播 他这么能吃 为什么还这么瘦啊呀 突然想起 刚刚池燕的话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别说了 尾粉都爱听 十二 天黑后 影帝亮起了暖黄色的灯 节目组让大家围坐在一起 抬眸就可以看见满天星光 陆星雨看着桌上的果酒 蠢蠢欲动 我们来玩行酒令 怎么样 远离喧嚣 呼吸着新鲜空气 大家都很放松 一下子来了兴致 叶芷琳直接提议 这样吧 前人说短句 后人来接 要押韵 接不上的就自发一杯 没人反对 游戏开始 他眸光深了深 嗓音里带上几分期待 山友目西目有之 话音刚落 现场的气氛中 漠然掺杂了些许暧昧 因为下一个要接的人 是池燕 山友目西目有之 心悦君细君不知 啊 这是表白吧 一定是 要官宣的节奏吗 观众还没来得及兴奋 粉红泡泡就被戳破了 池燕脸上不显任何情绪 语气淡漠 我自发一杯 他倒酒 一口喝下 其中的拒绝意味 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叶芷琳眸子微微发红 双手攥紧 其他人一时之间 都不知道说些什么来源场 我随口接上 脆皮烤鸭吃不吃 陆星宇瞪大双眼 好像 好像还挺押韵 众人先是诧异 然后错愕 最后身体轻颤 一声声闷笑响起 先前的尴尬 像是找到了缺口 当然无存 所有人像是心有灵犀一般 默契的结果 游戏继续 曾经沧海难喂水 鱼香肉丝配鸡腿 人生若只如初见 来碗番茄牛肉面 弹幕里少数 CP粉心碎 叶芷琳粉丝心疼 其余都在哈哈 再这样下去 我要对新桃鹿转粉了 如果我拿出吃货雨露 请问阁下又将如何应对呢 沙雕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明明沙雕还不自制 哈哈 十三 叶渐渐深了 果酒虽然度数不高 但多杯下度也让人微醺 叶芷琳心情不好 一晚上低头闷喝 醉得厉害 经纪人怕酒后失言 直接扶着他去休息了 陆星宇坐着傻笑 他蠢蠢就是酒量不好 新桃 请售我一拜 则 看来酒品也不好 陆星宇跌跌撞撞 到我跟前就要跪下 送威去拦 他还不乐意 干什么 我爸之前找人算过 大师说 我命里会有个贵人 救我于水火 是个海量之人 新桃救过我 胃口还海量 我必须给贵人磕一个 我 大可不必 宋维甫 没好气地拍了他一下 那还有人说 报恩要以身相许呢 你也照做呀 陆星宇愣了愣 若有所思 这样啊 倒也不是不可以 嗯 池燕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 伸手捏住了他的嘴 神志不清 去睡觉 陈燕和趁机把人扶进了帐篷 其他人也有些头晕 三三两两往休息的地方走 我馋桌上剩个零食 没挪地 谁知道 池燕竟然没离开 在旁边坐了下来 他眼神飘忽 刚刚 你看到了 我点点头 节目组发了防蛇蚊虫的药包 嘉宾们都带在身上 陆星宇白天之所以会被蛇攻击 是因为采蘑菇的时候掉了 倒也不是不小心 而是那地方有坟 估计他没发现冒犯到人家 阴气缠身 自然运势不好 回营地时 池燕发现后 就帮忙把阴气收了 可刚刚 旁边的人垂眸 我只放回去一丝 不会有生命危险 可 最多倒霉两天 我有些莫名 随即恍然大悟 你放心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之前陆星宇嚷嚷偷吃的事 我还记得呢 该给点教训 池燕张了张嘴 又郁闷地闭上了 我见他不说话 心中一动 寺庙后院那些吃的 是你放的 刚住进寺里时 我体内贪欲翻涌的厉害 超佛经 念经心咒 可还是好饿 好饿 方丈怕我失去理之后伤人 很长一段时间 都只让我在后院活动 而院子里的空地上 总会有吃食 悄无声息的出现 有时候是烧鸡 有时候是烤鱼 寺内近昏腥 所以不可能是方丈 或其他杀密放的 与贪欲对抗的日子 很难熬 而那些时不时出现的惊喜 却让我开始 对明天翘首以盼 白天 池燕做的饭菜 味道和记忆中完全重合 营地四周 静得能听到禅鸣 梁酒 旁边才传来嘀嘀的一声 嗯 我偏头看他 池燕像是有些慌乱 又补充道 我怕你饿 弹幕疯了 这里面的信息量 有点大呀 寺庙 两人不会是去上香认识的吧 感觉池燕看新桃的眼神 柔得能滴出水来了 哦 网红和影帝 你们觉得配 拜托 新桃眼里明显就只有吃的 怕是狼友情切无意哦 十四 第二天 节目组准备了很多任务 而陆星宇 承包所有笑点 从河里抓小鱼 别人放进桶里 他手中的直接蛋蹦进嘴里 DIY饮品 只有他喝到 特别加了芥末的一杯 去剪柴 大家一不留神的空 他就被树枝扮了个狗肯尼 就连平白无故地待着 也有鸟粪往陆星宇头上吊 他欲哭无泪 悲愤交加 直到晚上入帐篷休息 都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 蚊子 蚊子顶我眼皮上了 陆星宇哀嚎过后 各个帐篷里传来低笑声 但下一秒 沉闷的动物嘶吼声在银地里响起 其他人都还没反应过来时 我一手一个 低流着宋威和叶芷林 就出了帐篷 对面的陈彦和陆星宇 也被池燕拎在手上 这时拍摄的工作人员 才如梦初醒 爷 野巷 哄 身后的帐篷 被巨大的像脚踩他 尖叫声不绝于耳 我看着乱窜的人群 皱了皱眉 再这样下去 还没等逃离 现场就得有人被野巷踩中 体内属于饕餐的气息 慢慢扩散 像是遇到了什么天敌一样 像群起起停下动作 然后慢慢慢慢地向后退 直到与营地拉开一小段距离 才顿在原地不动 节目组选的地方 是丛林中的空地 四周遍布着参天大树 而像群恰好堵住了出去的路 此时是黑夜 谁也不敢跑进林子里 万一泥湿方向就很危险了 所有人都心惊肉跳 生怕野巷会突然再冲过来 我叹口气 一步一步走向对面 将导气急 星桃 你要干什么 对面可是野巷群 快给我停下 可没等他要来拉我 就被池燕拦住了 放心 星桃有分寸 野巷伤不到他 话音刚落 大家就看到有野巷 举起长长的鼻子 身像了我 石燕 我有些惊讶 无他 此刻自己正被人护在身后 他指尖夹着张符 正要往前方贴去 别 我喊了一声 石燕的动作顿住 他眼神复杂 我相信你 只不过还是下意识会担心 说话间 上方向鼻翼卷 我被稳稳地放到了他的背上 众目睽睽之下 象群带着我 引入树林 将倒腿一软 跌在地上 完了 完了 这次肯定要出人命 胆子小的 已经开始忍不住小声啜气 对比之下 石燕却很冷静 他找了个地方坐下 好似在等待着什么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开始收拾器材 刚刚发生过这种事 营地谁也不敢继续待了 半个小时后 所有人准备撤离 宋威脸上透着几分犹豫 那 那星桃呢 江导抹了把脸 现在我需要先保证你们的安全 已经报过警了 等搜就队进来后会去找他 石燕盯着树林方向 他没有挪动脚步 你们先撤 我在这儿等他 江导气得跳脚 骂骂咧咧地打算 直接强行把人带走 但这一想法还没实施 旁边的摄影师就举起了手 指向对面 心 心桃 我抱着怀里沉甸甸的野果 从树林中走出 看见营地里乌泱泱一片 不免有些诧异 你们还没走啊 石燕松口气 眼底含笑 再等你 十五 事后 江导问起 我只能如实回答 有只小象走丢了 野象群才会暴躁 意外闯进营地 后来 我在不远处一条水沟里找到他 象群带着小象 继续往原定的目的地迁移了 其他人一脸震撼 那些可是野象 你就一点也不怕呀 我无奈 随口编了个理由 嗨 我从小在动物面前比较有亲和力 他们不会伤害我 众人半信半疑 虽然危机解除 但节目却还是强行叫停了 江导在微博上发文道歉 承诺之后会进行深度整改 将嘉宾的安全放在首要地位 李婉来接我时 很拍了我一下 你说你 胆子得多大 我差点被吓得心脏病都要犯了 他说着说着 又打开热搜 前三条都是你 景浩一起露营罢 星桃 景浩 景浩星桃起野象 景浩 景浩池燕星桃 景浩 李婉一脸认真 陶陶 你可能要起飞了 之后 果然不出他所料 有很多综艺邀约找上门 宋威也递来了一份剧本 他老公最近在筹备新剧 以后想多和你约两顿饭 看你吃的香 我也能多吃几口 还有江岛 陆星雨 甚至叶芷林 都推荐了不少角色过来 我没拒绝 想着挣够钱 等组长他们苏醒 一起吃便人间美食 但两个月后 我又上了热搜 景浩星桃陆星雨酒店密会 景浩 景浩星桃恋情曝光 景浩 实验的粉丝炸了 我不接受 星桃你的眼光能不能高一点 完了 被人偷家了 说好的 先来后到呢 竹马凭什么比不过天降 16 李婉忙着联系公关澄清 我手机震动了一下 打开后 发现是迟燕发来的信息 我在你们公司楼下 可以见个面吗 一起录营吧 录之后 他要了我的联系方式 之后每隔两天 李婉就会递给我一个包裹 有时候是各种零食 有时候则是用保温筒装好的饭菜 都是迟燕送的 里面还会附带着几张画 主角是一只拥有雪白大尾巴的小饕餐 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 我和李婉打了声招呼 起身下楼 电梯门刚打开 池燕的脸就出现在视野里 炒栗子 还热乎 他等我走出后 塞过来一个温热的纸袋 你怎么来了 我边包边吃 口齿不清 旁边的人没说话 就静静地等 直到一袋栗子全被吃完 我拍了拍手 你要是没事的话 话还没说完 就被打断 池燕微微上挑的眼尾 像是抹了鸡蛋的红韵 陆星雨 比我香吗 我郑住 他嗓音低哑 我一直努力修行 想活得更久 陪在你身边 进娱乐圈 也是为了挣钱 能有底气做你的长期饭票 为什么要别人 不要我 面前的人 委屈极了 我倾咳两声 那天是陆星雨家里请客 他妈妈想答谢我 国宴大厨掌勺 所以 怎么能不去 停顿片刻后 我接着说 没想到会被拍下来 照片也是剪辑过的 陆星雨刚刚已经发澄清声明了 你没看到吗 池燕眼神迷茫 他下意识摇头 我一听说就赶过来了 说完 他似乎回过神来 面颊滚烫通红 但转瞬又变得坚定 星桃 我喜欢你 或许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 我沉默了 说实话 作为饕餐 并不是很懂人间的情情爱爱 可以想到这个人类会难过 心里就怪怪的 就像小时候 我不愿意让恶鬼伤害他一样 半晌 你确定吗 要知道 没有危险时 你最大的危险就是我 我神情严肃 池燕的眸光立刻亮了 当然 没关系 其实 塔尔根微红 你就算想要吃我 也可以的 我 我连忙摆手 随意伤害生灵 立刻就会挨天雷 池燕笑了笑 他猴头滚动 呼吸变得紊乱 淘淘 别怕 我教你 下一秒 浅浅的吻 落了下来 我迷迷糊糊闭上眼 大概 好像 还不错